大家好,红掌因为开花时间特别长,所以红掌是一种特别喜肥的植物,但是在养护红掌的过程中,大家给红掌用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,这种肥坚决不能够多用,如果这种肥你用的越多,那么红掌生长会越来越缓慢,而且会出现花朵褪色,长出的叶片也会畸形,那么是哪一种肥不能够多用呢? 这种肥其实就是淡肥,为什么不用用过多的淡肥呢?因为我们都知道红掌这种植物,它主要是开花的,它开花时间比较长,所以经常都是处于一个生殖生长阶段,那么如果你经常给它使用淡肥,导致它营养生长过于旺盛,那么就会影响你的红掌开花,而且会导致它的花朵颜色会褪色,而且营养生长过旺,它的叶片会出现一个特别肥好, 而且出现一个畸形的现象,所以淡肥一定不要多用,那么养红掌过程中到底应该用肥,用什么肥呢? 其实红掌这种植物,因为开花时间特别长,所以它对淋甲肥的需求是比较高的,对淡肥的需求是比较低的。 所以大家养护的过程中的话,一定要定期给它补充这个淋刷青甲这一年的高淋甲肥胶型,淋刷青甲我们直接将它与清水按照1比1000的比例对水稀释就可以了,这样子倒入到这个瓶里面,后直接搅拌均匀,灌根就可以了。 在这里的话,不建议大家喷叶,因为红掌的叶片上面是有一层纳质,那么这个纳质会影响它对这些肥叶的吸收,所以采用灌根的方式是最为合适的。 当然了,因为红掌特别的洗酸,所以我们再给它补充这个淋刷青甲同时,大家之后可以给它使用一点这种洗酸植物性有金氧液,给它补酸补肥,这洗酸植物性有金氧液的话呢,既可以补酸又可以补充一定量的淋甲元素。 那么这个植株就不会因为缺乏淋元素而影响生长,而淋含量又不是特别高,又不会影响到它的叶片和花朵的生长。 所以给红掌用肥的时候,大家一定要注意,坚决不能够多用这些淋肥,淋肥的量一定要适当的偏少一点,如果不小心焦多了,大家可以马上给盆土大量的灌水,将多余的淋元素给它冲走,这样的话呢,就能够避免对红掌的叶片和花朵造成一些水伤。 好了,今天就分享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